回到追踪第一线 在我们线上的是TVBS北京特派陈韵文 要请张韵文 之前大陆驻乌克兰大使馆 曾经向大陆民众说 如果要开车外出 可以贴上五星旗保命 可是25号的时候却又说要包机撤侨 又呼吁在乌克兰的大陆公民 你不要随便亮身份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向转变呢 目前在乌克兰境内 还有大约是6000名的中国大陆公民 还有54家中国企业 而在上周我们在谈到的是 中国大陆外交部喊话 呼吁他们的在乌公民 可以亮出五星旗表明身份来保命 但是现在显然是情势变了 风向变了 因为有官媒报道说 在乌克兰境内的中国公民 有人是进到超市之后 被跟踪被恐吓 因为当地确实出现一些反华情绪 那这主要是有几项原因的 我们就来看到 第一点就是之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针对是否要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中国大陆是投下了弃权票 再来就是在中国大陆一些网络社群上 有一些不太恰当的调侃言论 就是比如说 愿意来接收乌克兰的美女 或者是提供乌克兰的未成年少女 人道庇护 还有是说到乌克兰男人上战场 而中国就可接收乌克兰女人 这些言论通通都已经被外媒报道 所以乌克兰人也看到了 那再来是呢 在微博上有一些言论是比较支持 俄罗斯的侵略行为的 甚至是在调侃或者嘲讽乌克兰 甚至有人说很想看到乌克兰战败等状况 而这些言论也都被转载到乌克兰境内 所以当地人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就看到是有当地的 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就发了微博说 因为你们一句调侃的话 导致的留学生没有办法跟着当地人 一起躲在防空洞内 所以现在中国到外交部就改口了 就是呼吁在乌的中国公民 不要亮出五星皮 不要表明身份 而且谈到说当前乌克兰的安全形势 是比较特殊的时期 要高度正式与乌克兰民众友好相处 避免发生争执 还有要努力透过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另外在看到的时候 中国商会的副会长就说 他们准备好了长达一个月份量的 民生物资粮食要来度过 因为也确实当前恐怕是难以知道 何时能够撤离乌克兰的 还记得吗 在上周我们谈到的是 中国大陆要准备撤侨包机开放登记 直到27号12点截止 而当时登记的资格当中 还谈到了是 你持台胞证也可以 这部分被台湾骂说 根本是借乌克兰国难的时候 在搞对台的认知作战 好但是现在乌克兰境内的领空 是封闭的状况 无法确保飞行安全 所以中国的撤侨包机何时起飞 目前都没有进一步消息还未可知 但索性我们的外交部很快的 把我们在乌克兰境内的台湾人 公民台侨们 都以这个专策方式 安全的转移到了波兰境内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是疫情的话题 香港连续两天出现了 上万例的确诊个案 一周内的死亡人数达到200多人 医院的太平间爆满 还有医护人员就形容 急诊室变成了临时停尸间 香港现在疫情到底状况是如何呢 持续再请韵文帮我们解释 好来看到是这香港 让人非常担心的第五波本土疫情 在上周不仅是出现 单日新增确诊上万例之外 是一整周累计的死亡病例 也至少246例 那有公立医院就出现 是他们的停尸间爆满 尸体叠尸体的惨况 而除此之外甚至是这个急诊室 也都变成了临时的停尸间 港媒报导是说 在香港的尸体处理队 每天处理的遗体 比正常情况多出了十多倍 因此有队员感叹说 他们入行了十多年 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尸体 那么再看到是香港的医管局证实 确实有病人在等待后诊期间 就在急诊室往生了 另外医院指出 就是因为近期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有些长者在等待期间 在急诊室等待时间 就不幸的过世了 那现在呢 港媒也进一步指出 不只在这个医院的停尸间 急诊室爆满 甚至这个医院的大厅 也是人满为患 就是挤满了快筛阳性的患者 那医院方面整个非常简陋的 是用毛巾铺在地面上 让患者可以躺在上面休息 那这样的场景 就好像是在占地的医院 但是这样的情况 恐怕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根据港大专家的这个分析预测 这波疫情的最高峰 可能会出现在三月份 而到时候每日的新增个案 恐怕是多达两万到三万人 而且一整个月的累积死亡个案 恐怕会破千人 而且这些呢 大多都是没有打疫苗的高龄长者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 另外香港的殡葬业也透露 他们现在每天火化的次数 从140次已经拉高到了200次 那对于这样疫情的惨况 香港医管局表示 正在跟港府在商讨应对策略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